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学习比例尺 好,我们先来想一想 你认识比例尺吗? 好,下面老师就带大家一起学习一下比例尺 看,在绘制地图时 需要把实际距离按一定的比缩小或扩大画在图纸上 这时就需要确定图上距离和相对应实际距离的比例 比如这个地图 那一幅图,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的比 就叫做这幅图的比例尺 同学们,你们明白什么是比例尺吗? 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是比例尺 或者写成分数形式 实际距离分支图上距离等于比例尺 我们看这幅图 这是线段比例尺 表示地图上1厘米的距离相当于地面上40千米的距离 线段比例尺在这儿 大家可以看到了吗? 一条线段,一个线段 就是40千米的距离 我们看,你能把线段比例尺改成数值 比例尺吗? 我们看,现在比例尺表示的是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图上距离是1厘米 那实际距离表示40千米 我们先把它变横式列出来 然后下一步 要单位统一 都统一成厘米 1厘米40千米 改成400万厘米 最后把单位去掉 就是1比400万 记住,为了计算方便 我们一般把比例尺前向或者后向写成1的形式 同学们,你们会了吗? 我们再来看一看 在绘制比较精致的零件图时 经常需要把比例尺的尺寸按一定的比例放大 你知道这幅零件 图纸的比例尺2比1 表示什么吗? 我们看 这个弹簧的比例尺是2比1 我们想一想 比例尺的定义是 什么呢? 是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比例尺2比1 小鸣说 表示的就是 实际距离是图上距离到二倍 图上距离是实际距离到二分之一 记住在思考问题的时候 比例尺表示的是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不要弄反了哦 我们再看这道题 北京到天津 10道距离 实际距离是120千米 在一幅地图上 两则两地 图上的距离是2.4厘米 问这幅图的比例尺是多少呢? 我们根据比尺的公式 图上距离比实际距离 来列出等式 我们先要晃算一下单位 把120千米 划成单位是厘米的数 再用2.4比上 这应该是1200万 等于1比500万 所以答这幅图 比例尺是1比500万 好了同学们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 本节课的内容吧 1比例尺是一个比 它的前向是图上距离 后向是实际距离 一定要分清楚 2求一幅图的比例尺 要直接套用公式就可以了 图上距离 以实际距离 等于比例尺 好了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